陈志明老师的大体完成器官捐赠 推出手术室那一刻 50多位慈悸志工列队助念 以庄严佛号护送 陈志明老师45岁 上星期五在学校因脑干出血昏迷送医 二度宣布脑死 家人忍痛捐出他的器官 我们是慈悸人 如果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让人捐 将常的爱再继续留下来 虽然我们是很痛 他是可以救了很多人 往生前一天 陈老师还在帮父母亲搬家 一同吃晚餐 妈妈没有想到 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一起吃饭 真的很孝顺 兄弟也都很好 他真的很乖 真的很不神 陈老师在管宇国小任职十多年 是师生眼中亲切的郝老师 青铜手足的同事 望着空空的座位泪水溃蹄 认识他十几年 真的没有看过像他这么好的一个人 不管在工作上 都还是在朋友的一个立场 陈志明老师热爱生命 而此刻他的生命 透过弃绢大爱 将在受赠者身上延续下去 大爱新闻 张国端 廖学信 张华报道